七上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今天台湾环境水气比昨天还要少 午后阵雨的形态有些微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卫星云图 午后在各地山区还是比较有机会 出现局部雷阵雨 那么西南风吹进来也使得中南部地区 明天清晨到上午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 降雨预测我们看得更清楚 东北部地区到东部的山区午后热对流 发展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那么台中到台南清晨到上午也有降雨 但是到了星期四到星期六水气更少了 到时候雨昕雨量是零星的 整体天气稳定炎热 而现在环境吹的是西南风 苗栗以北沿海空旺地区以及马祖 以及东南部地区的蓝雨绿岛 容易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而被风侧的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 在温度的表现上 地岛高温31到32度 而本岛的高温颜色从浅到深 表示气温是越来越高 各地普遍有33到35度 而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台北盆地 中南部接近山区 还有花冬河谷及纵谷 温度会更高一些 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 那么气象局的高温资讯灯号 也可以看到 橙色灯号地区气温连续36度 或者是更高 其中在云林 台南 屏东 花莲 可能会来到38度极端高温 而在今天屏东和台南 也都曾经测到超过38度 同时中商头嘉义和高雄 也请您要加强注意炎热的情形 生活follow me 小丁你要来告诉您 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虽然是开始减少了 但是山区还是有短延时强降雨 假设您要前往山区请您注意路况 也请避免在暴雨期间 或者是雨停不久的时候就到西边活动 特别是台中 南投 嘉义 高雄 以及屏东的山区 今天下午都还是有雷阵雨 溪水可能会快速暴涨 而在空气品质方面呢 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北部是属于下风处 空瓶普通 其他地区扩散条件相对比较好 空瓶良好 而这个礼拜天气会越来越热 预计在星期五还有周末 整个桃园 以北 大台北盆地 还有花东 纵谷 高温都有机会达到37度 请您预作防范 继续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